大家好,我是小安。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 有一天,王阿姨和丈夫一起去做体检。 体检中,医生告诉她和丈夫有动脉中硬化的情况。 她和她的家人都感觉到不可思议。 因为王阿姨夫妇常年吃素不吃荤, 为什么会查出动脉中药硬化呢? 动脉中药硬化是一种缓慢进行的疾病, 就比如家里的水管用久了会产生水秀一样。 随着燃料的增长, 正常人的动脉也会有斑块的产生。 人的身体当中有很多的血管、血液会在血管中流动, 将氧气运输到各个组织细胞当中。 如果没有血管,人体的各个器官都会出现一些异常。 从而危害到人体健康。 随着燃料的增长, 身体当中的血管也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。 如果在平时不注重血管的健康, 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呢, 身体当中会出现一些疾病的发生。 虽然王阿姨不吃油腻的食物,坚持吃素的,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动脉中硬化的发病风险, 但并不意味着吃素时就不会得动脉中硬化了。 好多朋友们会问,吃花生会引起血管健康吗? 其实呢,吃花生会影响到血管的健康。 那么有什么医学科据呢? 花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坚果类食物。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, 特别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, 我们可能会存一些花生。 在平常煮着吃炒着吃都是非常美味的。 花生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以及蛋白质, 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及脂肪酸。 平常的时候呢, 吃一些花生可以为身体补充更多的营养物质, 提供能量。 根据调查显示, 花生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亚油酸, 可以将身体当中多余的胆固醇分解出来, 并且呈本质排出体外, 避免将身体当中多余的蛋固醇堆积在身体当中, 从而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多吃一些花生对我们身体营养补充物质非常的不错, 但是呢, 吃花生的时候呢, 一定不要过多的食用。 每天适当地吃上一小把就可以了, 如果一次性吃的花生过多呢, 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油脂过多, 在身体当中转化为脂肪, 从而让我们的体重增加变得肥胖了。 想要保护好血管, 少吃以下三样食物, 一起来看到底是什么吧? 第一个食物很多朋友们都特别的喜欢吃, 油焖茄子。 茄子是我们生活日常当中非常喜欢吃的一种蔬菜。 好多朋友们都喜欢拿茄子炒着吃, 做上一盘油焖茄子。 本身茄子的热量就比较高, 非常的高。 如果烹饪过后, 很多的油脂摄入够多的油脂, 就会导致里面的血液变得粘稠。 长此以往呢, 可能会导致血管出现堵塞的情况, 从而诱发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生。 油焖茄子虽然好吃, 但是呢, 一定不要多吃, 更不要过多的食用。 想吃茄子的朋友们, 我们可以凉拌一下茄子。 茄子蒸过后呢, 再来一点蒜末, 小米辣, 香醋一条就特别的好吃。 香辣酸爽又开胃, 很好吃的凉拌茄子。 既简单又营养又美味, 而且呢, 没有过多的脂肪, 也没有过多的油脂。 这样吃茄子呢, 比较清淡一些, 口感确实非常的好。 第二种食物就是凉拌西红柿。 西红柿本身的热量就比较高了。 再加入一些糖, 来做一半的凉拌菜呢, 那么西红柿糖分就会更多。 如果每天摄入很多的糖分呢, 会影响身体当中的血管健康。 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, 身体当中的血糖水平升高, 可能会导致体内的脂肪增加。 患有高血脂, 高血压, 或者是糖尿病等级病。 所以一定不要经常的使用凉拌西红柿。 想吃西红柿可以直接吃, 或者做其他的美食, 不要凉拌西红柿。 因为凉拌西红柿的糖分太多了。 其实西红柿中的膳食纤维特别的多, 维生素也很多的。 我们可以适当的清淡的吃一些西红柿。 第三种不可以经常使用的食物就是干边豆角。 是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吃的一种常见蔬菜。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呢, 豆角大量的上市了。 几乎是每天都想吃上豆角的。 豆角加加户户都会种一些豆角。 每天摘心的吃很健康的, 而且吃的比较方便。 豆角的做法有好多, 但是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吃炒的豆角, 或者是干边豆角。 还有的人会拿豆角包包子, 做一些好吃的, 薄皮馅表也是很好吃的。 干边豆角, 香辣豆角, 肉炒豆角都很好吃。 有的食物呢, 豆角需要经过油炸的。 豆角本身的能量都已经逐渐的流失了。 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少吃这种豆角, 特别是油炸的豆角一定要少吃。 经常吃油炸的豆角呢, 会导致甜甜的油脂过多, 从而加重新鲜油脂瓜的发生。 如果朋友们对豆角爱不释手的话呢, 可以像这样做成两拌豆角, 也特别的好吃的。 清淡又爽口, 越吃越好吃。 虾辣凯尾下酒跟下饭, 口感特别的好, 青春又爽口。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, 想要保护好血管健康多吃的一种蔬菜。 冬天的天气很冷的, 餐厂上面都是热乎乎的开胃下饭的菜。 最近我家呢, 就是这个样子的。 每天除了有一道热乎乎的汤之外呢, 还要炒上一盘鲜美好吃的家常小炒。 营养又好吃的家庭小炒就是西兰花炒肉片。 虽然食材简单, 但是呢真的是特别的有营养。 最普通的食材做出最美味的食物, 这就是好吃的原理。 由于西兰花的价格便宜, 又具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呢, 西兰花已经成为了百姓桌上常见的一种食材之一。 很多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吃西兰花, 它的口感细嫩又鲜美, 怎么做的好吃。 我们家大人孩子特别的喜欢吃西兰花, 几乎两三天都要吃上一盘西兰花, 不仅营养高, 还特别的美味。 能够启动血管内的保护性蛋白质的防卫系统, 藏而避免血管阻塞。 冬天多吃西兰花特别的好, 能够使血管臂加强, 不容易破裂。 西兰花中丰富低, 能够增强肝脏解毒能力, 预防感冒发生。 西兰花中含有丰富的一流青酸汁, 是优眉螺旋杆, 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。 非常适合中老年和脾胃需要的人们使用。 消化功能不强者呢, 吃西兰花也很好的。 西兰花有很好的烹饪方法。 我们家最喜欢吃的就是凉拌西兰花, 炒肉片等等。 平时炒西兰花的时候呢, 也是有讲究的, 炒西兰花的时间一定不要太长了, 炒制西兰花增量脆率的时候就可以了。 这个时候呢, 能够充分地发挥起作用。 如果炒的时间久了呢, 西兰花泛黄一样会流失, 而且呢口感也不好。 冬天的季节天气很干燥的, 我们多吃一些瓜果蔬菜, 尤其是绿色的蔬菜, 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, 水分会更多, 多吃蔬菜补充水分很好的。 好了,家人朋友们, 今天的养生美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身体就是生命的本钱,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一样的养生美食视频。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,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, 订阅我的频道。 点开我的头像, 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美食视频。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我们下期视频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我们下期视频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